BioNTech宣布,两家公司已经拥有超过一半的产能 另外,该公司每瓶疫苗的标签将更新为共含有6剂的剂量 仅每瓶可多抽一剂 而德国马尔堡的新工厂预计2月底前投产 每年最高可产7.5亿剂疫苗 此前,辉瑞和BioNTech制定的2021年产量目标为13亿剂 不过,BioNTech警告,新冠病毒可能转变为地区性疾病 并且病毒变种的紧急情况与接种后产生的不良反应都在考验疫苗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